欢迎回来 由七家香港电子传媒在昨天晚上联合举办的特首选举电视辩论 三名候选人曾俊华、林郑月娥以及胡国新 首次同场正面交锋互相质询 由香港七家电子传媒合办的2017行政长官选举辩论周二晚间举行 三位候选人首次同台互相质询 特首梁郑一的撕裂管制路线 继续成为林郑月娥在这场选战中的负资产 你讲了很多次说你不会参选的 但是你又会反口 尤其是当 请认识观众保持宿静 当CY宣布他不参选连任 你就说你参选了 其实你和CY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 不是啊,好像不是啊 请你先让我讲完 所以很多人就叫你做CY2.0 我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这么多人叫你做CY2.0呢 因为CY1.0不参选嘛 那要找一个代替品呢 就是给有一帮要发泄的朋友呢 继续有一个对象啦 但是其实很多在社会上面那里呢 其实大家不是很担心 你是CY2.0 其实社会其实最担心的呢 如果你是当选的话呢 我们香港的社会会变成CY2.0 自由辩论环节 曾俊华与林郑月娥在擦出火花 曾俊华追问林郑月娥在辩论初段提到 如果主流意见不支持他 会辞任行政长官的说法 新的调查出来 你的支持率是30% 别人不支持你的率是45% 你在未上任做特首之前 你已经是一个负的正值了 你会不会考虑你弃选呢 坊间呢 好 请大家听一下 坊间很多这些调查的 我团队都有跟我分析 每个调查都有不同的问法 也都问的范围啊 问的答的人也都有不同 所以就 其实有很多调查 结果都是差不多的 我已经爬了上来 还是高过你三点 而且就有 如果问能力呢 林郑月娥表示 自己上任后会加强香港和内地的关系 而另外一位参选人胡国欣 则是批评林郑月娥滥用权力 并指西九世界不咨询公众 是不守法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香港报道